哈喽大家好,我是三儿啊 咱们家的小三轮啊 又到了公里处了 今天我们来朋友这儿来换个机油 特别在一起 小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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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各样的油啊 有哈雷专用的 然后我还有翘盘的爱的王子 好多种油 今天因为我过去装的那是这个油吧 豪爵的 豪爵和翘盘合作的这个油 今天我打算呢 装一下这个油 这就是我们的北海机车界的卡马拉 老猴总之 猴哥 你看他这搞得越来越好了 还有这些东西 啊 专门机车的一些个帽子 还有些车友呢 把他这个车呢 往这边放 啊 这边也都有 这边有很多的一些个装备啊 一路一地灯 啊 还有维脉通的那个V9 V9S 这是别的车友放这里的车 他的技术可以说在我们北海这边的也是最棒的 全都是 全都是 漂亮 他们的感觉有点像看怪物一样 北海鼠台 耀龙小三轮呢 这款发动机车 敌感的发动机可以用黏度的机油 用黏度的机油 它的油模比较厚 厚的话 第一个可以降低发动机的噪音 还有一个就是它密封心 密封心相对适应来点 它强一点 动力就会有所不深 而且换油的周期可以适当的延长一千公里左右啊 啊 没问题 那我如果换那个1588的那个油 换一次下次再换 要那个多久点 啊 如果正 县里政府比如说你可以 在路上跑的话 经常拉高转的话也可以顶到五千公里 没问题 啊 还是用50的比40的好啊 所以说今天不管多少钱咱们来试一下 看那个机油我们用完以后究竟会是怎么样 因为你知道你换完了以后你上车 我们才会感受到 包括它的噪音呢 以及它的动力什么的啊 人家黑是黑 但是它有点稳稠了 机油有点混沌是吧 对 有点混沌 正常的黑是没关系它有点混沌 有点磨碎 哦 也许 也许 你用手 脚的话它会有那种 看到没有 哦 看那个东西 它磨碎的有点严重 那这种情况那是属于有啥呢 嗯 就属于啥 这个是 换 只能提前 换提前 换机油的周期也提前一点 还有驾驶的时候 又 但是你说也不能避免暴力驾驶 只能提前换机油的周期啊 哦 嗯 好了兄弟们啊 咱们今天呢换这个油 其实牌子吧并不是很主要的 主要就是说你这个油一定要达到 这个10W-50的 为什么要这种油呢 刚才老猴已经说了 因为咱那个车呀 是属于单高的 水冷的250 它这属于高转低速的这么一个发动机 这种油呢 用起来相对比 要比我们要用的那些油 都要会好的很多 过去呢 我用的是那个豪爵的 呃 这款 这款是1.2升的 但是官方呢 它上面写的是要用1.4升 也就是1400cc 对吧 那就是1.4 1400毫升 1400毫升 对吧 所以就是要用1.4的一个概念 那刚才我达到了2500公里的后呢 刚才拆了机油 大家可以可能去看看 我那个油简直是 浑浊的不行 那可能就是说 鹅笋这一块呢 就比较厉害了 所以呢 咱们今天呢 就是不用 我原来用的那款油了 咱们今天换这个 它可能稍贵一点 但是呢 相差的也就是几十块钱嘛 就这样 但是我必须得要去保证 咱那个发动机 各个方面啊 必须得要好 好吧 得 来 老虎 那就这个 给我按1.4升 好不好 按1.4升 你这个钱呢 怎么算呢 按1.4升来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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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很鬼这个 很鬼这个 为了你的车加鸡 我专门烧了一个 来放点看啊 能不能进去 能进去 刚好 刚好堆到嘴里面 刚好堆到嘴里面 你的鸡我靠 哈哈哈 ok 好 好 高车 咱们听一下声声音 哎 空挡了没有 空挡了 空挡了 再扭扭 跳动 好 咱们机油已经换完了啊 究竟怎么样 我们一会上路来去看看 看看效果如何 好吗 咱们这期视频呢就到这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